第四十三届东盟峰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 首相纳杜瑞安华今早继续和七国领袖对话 比其他国家领袖迟一天抵达的印度总理莫迪 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出席了今早的峰会 莫迪和古特雷斯是在昨天晚上才抵达印尼亚加达 今早和东盟成员国对话 另外也会和我国、中国、日本、俄罗斯以及美国 参与东亚峰会 作为主席国的印尼总统佐科威 会在会议结束后召开记者会 并且把轮值主席棒子交给辽国 至于首相安华 除了参与峰会的闭幕议事和东亚峰会 还会出席东盟澳洲峰会 以及东盟联合国峰会 大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身后就会放女友 作为主席国的音乐 入带 不吝点赞 垂打